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我們很多人都很喜歡的指示布 今天又跟大家見面啦 這顆蘭花在我頻道裡面也介紹過多次 因為它每一年都會來花 那這顆其實它 同一個容器裡面有兩株蘭花 來的時候買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等於算是買一送一吧 但是呢 感覺起來這兩顆是母子關係 因為一顆比較大一顆比較小 但兩顆都夠成熟都會開花 那這一次的雙花梗呢 其實是各一顆各有一個花梗 而不是哪一株長了兩個花梗 這種蘭花呢 它不但有蓄花性之外 它的花梗的多花性也是每一次都讓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可以開很多朵 那它的花期很長 所以要能夠一次一整串完全看到開到完 有一點困難 那等一下你也會看到我影片中後面會有兩個影片片段 一個是它開花早期 早中期 然後另外一個是中後期 你就能夠看得到 最前面開的花呢 其實在第二個影片片段就已經 掉落沒有了 所以它的花期是很長的 可以到兩個月 前後甚至有時候更久 但是要能夠看到一整串全部都是花 比較有難度 因為它的這花期太長了 頭先看那幾朵花就沒辦法撐那麼久 這顆蘭花它有很淡很淡的香味 不濃郁 但這顆蘭花我個人覺得是 它不是以香味來取勝的 主要還是它的這個花的顏色 特別是唇的顏色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偏藍色的紫色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如果你對蘭花不熟悉的話 你可能還不知道 在蘭花的國度裡面 顏色上來說是沒有絕對正藍色的 顏色 你如果有看到那種 天藍色水藍色的蘭花 然後 在超市裡面販售 那個都是染色上去的 不是染的 就是噴上去的 顏色 真正自然的顏色裡面 蘭花沒有藍色 所以在 蘭花 這個 這些品項裡面呢 接近藍色的 比如說有 indigo 那比較接近 紫色 但還是偏藍的 有 cerulia 這樣的顏色 或是violet 這種顏色 是 已經 最接近藍色的 紫色系列的花 那這款蘭花呢 就是以這種 來 就是取勝的 當然啦 多花性也是他的另外一個特色 因為每一次 他多花 那一戳 小小戳的 其實看起來呀 在正常跟對的 光線下面 你會發現他這個藍色 跟他的這個 深藍色的 唇 真的是搭配的 相當的漂亮 那這一次呢 他的花梗啊 就沒有那麼整齊 兩個花梗呢 我盡量調整了 但是 他們兩個花梗就長得 有點交叉 有點重疊 去 去年 上一次的開花週期 兩個花梗就 一高一矮 但是都同一個方向 就長得 非常非常的整齊 今年呢 可能我在 就是 方位 還有 就是光線上面的 掌控 沒有上一次那麼好 所以呢 這次長得 就 沒有 那麼好看 好那這邊呢 就是他 後期的 一些照片 你發現他前面的一些 花已經開完 卸掉了 但是他後面的部分呢 還是陸陸續續的 在開 最後面的花寶也是才 過了一陣子之後才全部打開 這顆蘭花在其他的朋友的養護下面 聽說 蠻容易長 側牙的 那我這兩顆養到現在還沒有側牙的產生 那我也不希望他長側牙 因為我覺得兩顆就夠了 因為小苗 要能夠養到大 然後讓他夠成熟來開花要好幾年的時間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那個成功的 應該說投資報酬率太低了 好那這邊呢 是他開花前中期的一個影片 你能夠看到圍端還有一些花寶還沒有開 然後 頭先開的幾朵花都還在 有一朵已經好像出現 最後面那一朵 最先開的那一朵已經出現了一點 要凋謝的現象 這顆蘭花目前呢 就是種在一個16盎司的杯子裡面 然後使用的是無積的戒指 我喜歡用無積戒指是因為無積戒指 它比較 方便 如果 根系沒有出現問題 沒有病蟲害 我不用去擔心它戒指會老化 那 大小顆的比例大概就1比1 因為我用的是小顆的Montocle 加上大顆一點的Hydroquan 那這兩顆呢 都在美國境內 就是 很容易能夠購得 我給他的這個 澆水呢 每一次是四分之一杯 那這顆蘭花在四分之一杯的情況 條件之下呢 一週之內可以達到乾絲循環 那我給他的四分之一杯水裡面 也是已經調好肥料的水 水溶肥 那這水溶肥我的濃度也只給他四分之一 所以是非常淡的濃度來澆水 每一次開花 都 應該說 每一次的開花 它的數量都差不多 有越來越好 但是沒有說 一年非常糟 一年非常好 那這顆蘭花在我養護之下 每一年的開花表現 算是相當的穩定 在台灣也蠻常見到 這款蘭花 如果 你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可以去買一顆回來 試試看 它的根系呢 不算是最粗的那種根系 比較細 中細型的根系 所以如果你在 使用 選擇 植料上面 最好是使用中小型 顆粒的 對這顆蘭花 會比較 有幫助 那 你看到這邊 杯子裡面 根系 挺多的 但是呢 它的氣根也很多 那 我是有在考慮 在這一次的開花周期結束之後 要來為它進行做 換盆的動作 這樣子 我就能夠把 更多的 氣根呢 都種進去 戒指裡面 它們就有更多的根系 能夠來吸收 水分跟養分 我這顆蘭花下一次呢 我可能一樣會選擇 傳統的種植方式 就是 杯底有動的 這種種植方式 來種植 目前呢 它是一個 戒指扮水庚的 杯子 所以它的 排水孔在側邊 但是我下一次呢 應該會是用 傳統種植方式 讓排水孔在 下面 杯底 這樣子呢 對我 每次要浸泡 或排水 會比較方便 而不用一直傾倒這個杯子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贊 如果你要繼續 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你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請問一下